歡迎大家收看世界羽毛球雜誌 非洲的殘疾羽毛球運動員和相關的工作人員 最近因為殘奧會慈善基金的支持 世界羽聯的殘疾羽毛球技術工作室 在烏干達取得空前的成功 我們會和大家介紹新西蘭公開賽2019 南韓升級球手李隆大烏跟我們說說他的回歸 我們在這些方面想起和訓練 我們在世界領域上升至世界領域 我們會集中的集中 非洲的殘疾羽毛球運動員最近很興奮 因為烏干達首都坎柏拉 我們會連續第三年舉行由殘奧會慈善基金 全力支持的殘疾羽毛球技術工作室 世界羽聯發展經理舒利亞說 殘奧會慈善基金是國際殘奧會 重要的發展項目 在他們大力支持下 世界羽聯才有足夠的資金 在非洲地區推廣殘疾羽毛球運動 他們在坎柏拉開辦了不同的課程 為運動員 教練和技術人員等等提供訓練 參加的學員來自六個非洲國家 吸取了第一次舉辦殘疾羽毛球技術工作室的經驗 今次籌委會已經做足準備 去招待貝寧 布隆迪 中非共和國 江果 烏江達和津巴布偉等六個國家的四十七個參與者 烏江達和津巴布偉等六個國家的四十七個參與者 烏江達羽毛球總會的負責人 穆加比覺得這個計劃 將其他非洲國家的運動員帶來烏江達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有些運動員要坐輪椅來的 其實一點也不容易 這裏的酒店都沒有為坐輪椅的住客 提供相關的設施 這真是一個大難題 所以事前就要跟酒店的管理層溝通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即時做一些裝修去配合 另一樣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交通工具 因為運動員的輪椅需要斜台才上到車 這些車也要夠大才可以放得到他們的輪椅 這次在勞高高體育場進行的活動 主要有兩位專家做顧問 他們分別是來自蘇格蘭的前國家隊代表賀爾 和法國殘疾羽毛球手基利 這兩位世界語聯的專家 在維其三日的工作室 為球手和教練提供了讀身訂造的訓練課程 迎合不同人的需要 賀爾說想在這三天教球員不同的擊球技術 有些是很新的球員 有些打了一兩年 甚至是很有經驗的 他們要先分析一下他們的技術水平 再因應他們不同的技術作出挑戰 而教練方面 就要先跟他們說一說理論 再協助他們在球場上實踐 而基利就要花多些顏外的時間 因為很多當地教練只會說法文 他要幫忙做翻譯 賀爾上課的時候就要幫他譯做法文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背景 有些本身已經有很好的羽毛球知識 但就不是殘疾運動的層面 而有些很熟悉殘疾運動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殘奧會的教練 不過就不在羽毛球方面 撐著羽毛球的教練 卡莎迪覺得這次的課程很容易掌握 因為課程是用英文和法文 教練也是用英文和法文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很容易明白 而球手賓尼亞就覺得很喜歡法球和擊球 打高球和來回球 跳高和撲球都覺得很好玩 向前向後 總之訓練也很有趣 這次課程對於各國殘疾羽毛球協會的工作人員 同樣重要 因為世界語聯希望他們可以為 推動殘疾羽毛球運動打好基礎 雪莉亞對於負責推廣的人來說 他們最重要是明白 如何在他們的國家發展殘疾羽毛球運動 要知道技巧和需要甚麼輔助工具 這次學到如何發展殘疾羽毛球運動協會 這一點很重要和實用 我們會更加討論如何運作 我們會更加討論如何運作 他們還學到如何區分不同程度的殘疾羽毛球員 再幫他們評級 這些自我增值的內容都很重要 可能暫時仍然只是少數人受惠 但只要殘奧會慈善基金繼續支持 不久的將來 非洲地區的殘疾羽毛球運動 會有更好的發展 中非共和國的代表 新坦加說自己最喜歡的運動 就是羽毛球 因為他覺得很容易 所以這麼喜歡 我們會玩拔棉棚 所以我會為拔棉棚最初的運動 拔棉棚 拔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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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9日起的世界巡迴賽 將會是2020東京奧運的繼分賽 所以從今年的新西蘭公開賽開始 球手就要積極爭取積勳 今站亦是2019蘇迪曼杯之前 最後一站世界巡迴賽 賽事在奧克蘭舉行 五個單項競爭都很激烈 看看今次這項超級300個賽事的資料 新加坡公開賽亞軍堅停 是賽事的一號種子 印尼的蘇基雅圖和基斯迪 都是前三號種子 日本的西本拳泰和上山幹泰 分別是四號和五號種子 他們都希望贏到今年第一個錦標 而上屆冠軍臨丹就希望爭取衛免 上屆女單冠軍高橋沙雅加都有參賽 他和另外兩位隊友都是種子球手 高橋是這次賽事的四號種子 一號種子是德國公開賽冠軍山口線 二號種子是印度的尼和 不過他們在第一圈就被中國的球手 王子儀淘汰了 中華台北的王齊倫 是2018年新西蘭公開賽的大贏家 包辦了藍箱和運箱錦標 今年再參賽兩個項目 他都換了拍檔 運箱拍著程旗雅 就是賽事的非種子球手 而雙打拍李楊就是五號種子 王齊倫和李楊今年已經贏了兩站冠軍 今集要面對的包括有新加坡公開賽冠軍 今次的一號種子 日本的家村見事和原田渠 全英賽冠軍印尼的阿新和亨德拉 還有德國公開賽冠軍 遠藤大遊和渡邊勇大 下星期我們便會和大家總結一下 新西蘭公開賽的賽果 接下來我們便看看 傑丹比是如何訓練體能 體能教練墨基說 今天做的是舉重 根據墨基的說法 挺舉有兩組動作 是人對身體可承受最大負重的運動 因為沒有其他動作 可以逼一個人使出更大的力量 這個練習要用勾形爪握法 四隻手指放在手指上 然後鎖死了自己的手指 然後由腳勁開始 將這支槓向上舉 做這個動作時 一般都會用勾形爪握法 先將手指放在槓上 之後用兩隻手指壓住手指 剩下兩隻手指就用來扣住鋼 這個方法比一般的爪法 可以發到更大的力量 準備的時候 兩雙手的擺位就會闊過肩膀一點 因為在雅玲放上鎖骨附近的時候 雙手的距離不可以和肩膀一樣 一定要出肩膀一點 現在很多人都會把兩隻手分得再開一點 因為這樣相對就不用舉得那麼高 麥基說自己的訓練方法 一向都是以整體來出發 特別是訓練全職運動員 因為每一步都會影響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 傑丹比在跟他訓練的時候剛好康復 雖然表面上就已經痊癒了 做甚麼動作都可以 不過麥基就覺得可能因為沒有練一段時間 傑丹比的肌肉力量就較弱了 在他的訓練之下傑丹比已經強壯了 爆發力和耐力都有進步 有了肌肉力量之後 整個人的反應和速度都提升了 因為速度、靈活性和平衡力的根源 都是來自身體的力量 所以他安排在訓練中 一定會有鍛鍊肌肉爆發力和耐力的環節 休息回來後 會和大家重溫一場 蘇迪曼貝的經典對決 還會有福島遊己和康榮雅的非一般比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